你可以看他們腳長是比較大 是有一點像湖一樣的感覺喔 因為山裡面有湖泊 有一些可能需要他們下水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呢 秋田是非常萬能的獵犬 大家好 歡迎收看熊把Google 耶嘿嘿 好乖乖 看到沒有 這個日本的 國寶犬 秋田 說到這個秋田 大家比較常想到什麼呢 忠犬小八 忠貞 忠誠 而且呢相當的勇敢 那為什麼講這個秋田 是日本的國寶犬呢 其實他們在日本呢 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他們也是所謂的 因為呢在日本很多的地區呢 這個著名的觀光的景點 都會有這些秋田的雕像啦 可能是照片啊 因為呢秋田在日本是很吉祥的狗種 因為日本人非常喜歡喜愛秋田 秋田呢其實是所謂的 就是在山裡面活動狩獵的 那你可以看體型都相當大 那當然它從外觀可以看 像這個尾巴 它是捲著一圈兩圈 而且呢主要是你可以看 他們非常的強壯 非常強 強壯到現在都有點快拉不住了 嘿嘿 等一下啦 我吃了要找媽媽 你們非常的忠心耿耿 那我們也講過 其實呢在日本的狗種狩獵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獵物 就是熊啦 所以呢其實過去很早期啦 可能秋田不是這麼大隻 但為了呢要跟牠們狩獵大型動物 要獵熊 所以呢培育出體型越來越大 甚至呢其實秋田也是所謂的鬥犬 牠在過去呢可能是需要去做所謂的打鬥 因為有這個日本的武士精神 雖然是山泉喔 注意喔你可以看牠們腳掌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呢在雪地裡面行動呢 要能夠好走一點 如果像台灣的米克斯也是山泉對不對 但是一到這個下雪的裡面 我看牠可能牠腳一踩下去 就卡住了 但這個你可以看牠們腳掌是比較大 是有一點像湖一樣的感覺喔 因為山裡面也有湖泊 有一些可能需要牠們下水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呢 秋田是非常萬能的獵犬 那因為個性呢也很勇敢 地獄性很強 所以牠們呢過去在日本的一些 打仗啊 征戰或者是護衛 秋田呢也都非常的重要 因此秋田在日本 為什麼地位這麼樣的崇高 就是因為牠們這個非常貼近 日本文化跟日本精神的 過去台灣其實蠻流行養秋田 但是現在越來越少 主要是秋田的脾氣跟個性 台灣人並不是這麼熟悉 可以拿捏好 因為其實秋田我剛剛講 牠們非常的強悍 對區域環境是非常強的 所以過去其實比較有一些 秋田傷人或者是傷狗的 這種案例發生 那日本呢也有很冷 也有很熱的地方 但秋田就生長在日本 北部北邊很冷的地方 所以呢在台灣像這樣的天氣呢 對牠們講適應上呢 經常會有水土不服的問題 所以皮膚啦 這一方面的身體的狀況啦 或因為氣候影響比較大 所以呢現在養秋田的人 當然慢慢的減少 那我們歡迎我們這兩隻 日本國寶的主人 跟我們一起聊聊 這個養秋田的 這樣甘苦談 熱情歡迎秋田媽媽 不好意思喔 為什麼要叫秋田媽媽 因為剛剛其實牠們有跟我講 這兩隻狗呢 牠們的名字 但是呢 我實在不會念也不好記喔 來跟牠介紹一下 我們這兩隻寶貝 是哥哥嘛 對 哥哥叫什麼名字 哥哥叫Sola Sola 日文空的意思 日文空是什麼 天空 天空 不是空空 Sola Sola現在幾歲呢 現在兩歲兩個月 兩歲呢也是算年輕的 那這個是妹妹 對 妹妹叫做 五米 五米 海洋的意思 海洋 Sola 五米 Yo 其實我知道 因為秋田牠是生長在比較寒冷的地方 所以在台灣養這樣 應該很辛苦的 對 每天就是可能天氣 在家裡冷氣都常要開著 24小時開放 24小時開著冷氣 然後換毛呢 換毛就一年兩次 然後一次大概一個月 所以他們現在是在換毛 釣毛星期 釣毛 那因為毛應該釣得是很厲害吧 每天可能都要清跟梳 因為我們台灣天氣很濕 又熱 所以除了熱之外 最難照顧就是皮膚上的問題 對嗎 因為養哥哥除了皮膚要顧之外呢 其實哥哥真的是水土不符 對 沒錯 雖然他是 他是在台灣長大的 但因為呢 精英跟血統的關係 所以哥哥比較長的問題是 腸胃有問題 是 所以經常會拉肚子 對 那這方面的照顧 你們現在怎麼辦呢 就調整飲食 調整飲食 我就一直試 後來我就發現 他只要吃乾的 乾的 烘乾脫水的東西 他就可以 可能他的水分油脂 可能就少一些 所以你變成這些新鮮的鮮食 你要先把它烘乾 然後再讓它食用 所以現在的狀況就好 其實台灣現在秋年當然少 但是我碰到的 只要跟我上課的 大概八九成以上 都是有攻擊的問題 不是咬人 就是咬狗 那這兩隻現在是都乎乖 牠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牠看到狗 就會特別熱情 所以牠只要看到狗 牠就會爆衝 因為牠衝過去 也不是要跟人家打架 不是兇 但是想玩 對 可是對方不見得 能夠接受 這個大隻的狗 那第二個問題呢 第二個問題的話 就是最近才發生的 我就是帶牠去那個小巨蛋 是 對 可是因為當下有蠻多隻狗 然後有弟弟 去參加一些小型的聚會 對 有一個弟弟很可愛 然後牠也帶肌肉乾想要來分享 弟弟是小朋友嗎 對 沒錯 是剛剛看到我那個弟弟嗎 對 沒錯 是那個熊爸的粉絲 好 然後帶小肌肉 想要去給大家的狗狗吃東西 對 沒錯 牠可能認為自己是當場的老大 確實牠的體型最大 沒錯 然後牠就會想要去吃東西 對 那隻狗就是發豆 發豆 趴在牠身上 然後跟牠玩 事實上牠沒有要吃雞肉乾 可是SOLA會認為 牠想要來搶雞肉乾 然後牠就兇牠了 對 牠就兇牠了 所以就這兩件事 第一個呢 因為SOLA 其實因為牠是沒有結紮 所以牠比較有機會 當然會在外面想要找 女朋友的機會高一些 所以看到狗狗比較熱情 這是第一個可能的 我說可能的情況 那確實蠻色的 第二可能 看到母狗 都要去問人家 對 因為牠沒有結紮 沒關係 第二個呢 就是因為你們從小 可能都有外出 也有帶牠去這樣的聚會 所以牠在小時候呢 就有跟這樣狗玩玩玩的習慣 所以因此出去看到狗 牠會認為其實狗就是要這樣玩 只是牠一天一天慢慢長大 樣子慢慢越來越 就越來越有威嚴 所以不一定所有的狗呢 其實都會接受 尤其牠體型很大 所有的狗就會怕 那這邊呢 真的要很小心 就是我會建議 還是要挑好的狗友相處 那針對某些狀況 有些狗比較緊張的 或者是牠都還沒幹嘛 就對牠有敵意的 我們就少接觸 因為我也不希望牠去兇人 或者是被兇 所以呢 這個是因為牠是公狗的問題 那當然解決考慮 就是你們是否結紮 如果沒有結紮 那就是要注意啦 牠後續 尤其碰到 可能同樣相當體型的 或是某一些狗種 比如說阿士奇啊 一樣是秋田的 或是柴犬那一類 個性比較高好強悍的 沒有結紮的 當然就是要注意 狗狗呢 最常都會有競爭的情況下 就是食物啦 玩具啦 或者是母狗 區域地盤 那這個比較容易造成爭吵 那當然要餵沒有問題 就是一定要確定 比如說隔開 然後某一隻就自己吃掉就算了 就不要好像去那個有沒有 去魚池有沒有 然後開始餵魚的感覺 這樣餵比較容易造成爭吵 然後剛剛媽有提到 在場牠可能最高 體型最大 所以牠是大哥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下次呢 看到弟弟又拿東西出來 弟弟不要再拿東西出來了 尤其像秋田其實在台灣還是把它列為是 比較有攻擊行為的狗種 因為牠現在看起來是很好 但因為牠慢慢長大 個性脾氣會越來越大 那也許開始要試著交 然後配戴口罩 或是要再更注意小心 因為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我知道還是很有個性 但至少不會看到人就會 胸或發脾氣 不會 牠都喜歡人嗎 還是人去碰牠會怎麼樣 牠其實會讓人碰個兩三下 好 摸個兩三下 然後牠覺得夠了我要走了 對 牠就會自己離開 對 真是非常有修養的狗 好 但是牠不會是去做警告 或者是其他的動作 除非說有大動作嚇到牠 像比如說小孩子還是 動作太大 對 其實秋田牠其中一個基因就是鬥犬 那也很容易跟其他的狗種 或是小動物打鬥 這個也都是非常小心 但妹妹就沒有問題 妹妹看起來就很天啊 對啊 對 妹妹是非常熱情的一隻狗 妹妹叫什麼 烏蜜 烏蜜 乖 來 烏蜜來 乖來 沒關係 反正大家通常也不太喜歡熊爸 開玩笑 我們觀眾對秋田有興趣 或是想養秋田 你會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是叫大家不要養 還是覺得說 這是非常可愛的狗種呢 我覺得不管任何一種品種的狗 都是需要時間 精力 還有金錢 去養牠們不管大型或是小型 是 好 這個今天呢 就介紹我們的日本的國犬 給大家認識 也非常謝謝我們這個 SOLA跟UMI的媽媽 OK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熊爸孤狗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好 我們非常難得遇到 剛剛在外面為人家狗 隨便亂吃東西的弟弟 弟弟 請問當事人就是你嗎 對 餵狗吃東西就是你嗎 對 那下次還要這樣子嗎 不要 還要繼續看熊爸孤狗嗎 有 那已經有看到熊爸本人嗎 有 帥嗎 帥 Yeah OK